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很高兴今年携手新传二手书店一起合作举办新域艺术推广奖 爱上科学学生创意绘画比赛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提供一个非接触又能发挥创意想法的途径 鼓励大家用轻松的绘画方式来认识科学教育 新域艺术推广奖的成立用意 是从科学结合艺术的角度出发 推广科学教育和艺术表达 每年的绘画主题都会结合时事哦 今年的主题是当前大家最关心的 COVID-19防疫清洁大作战 在疫情的笼罩下 产业和教育的步调、形态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不仅人民的生命安全遭受威胁 经济受到影响 政府治理面临挑战 就连教育的活动也几乎没有办法照正常的方式举行 面对这样的巨变 让我们体认到更加需要在自身的人温素养上 重视并且培养数位素养、科普素养、说真话的素养 还有生命教育的素养 现在就开始一起来看看我们准备的主题影片 带大家了解清洁防疫的科学观念和重要性 新域生剂Coron在台湾生产化妆品的原料 和药品的原料已经迈入第34年了 我们专研活性成分集合了很多同事人才的努力 开发了超过27项的专利 在国际外销超过40多个国家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帮助人类拥有健康的肌肤、抗衰老还有对抗疾病 创造一个更关怀、更健康、更美丽、也更永续的世界 今天在影片中我们会分三个部分 首先会一起从科学的角度看疫情 了解当前的疫情病毒是什么 来势汹汹的Delta变种病毒为什么可怕 接着第二个部分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清洁防疫的保健观念 包括有清洁的原理是什么 清洁剂是怎么做的 里面有什么呢 我们要怎么做好个人的卫生清洁 那接种了疫苗后 我们还需要注意清洁防疫吗 第三个部分会介绍我们星域艺术推广奖的活动内容 奖金、奖项 还有专业的评审团 欢迎镜头前的你们踊跃报名参加哦 哈喽新潮是手术店的学生们大家好 我是新医生技的Cheryl 接下来由我来跟大家解说 就是从科学角度来看疫情 因为我们公司是就是这个化妆品原料的公司 所以呢我们是算是科学的一个专家 所以呢希望就是带领大家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现今疫情的这个发展 嗨我是生技的Debi 我跟Sheryl会一起由我负责提问 好首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Covid-19是什么呢 Debi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哦 其实大家都误会了 Covid-19呢它是一个疾病的名称 不是病毒的名称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病毒它的名称呢 其实就是叫2019N-COVID 或者是SARS-CoV-2 那19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源自于2019年12月起 从中国湖北五分汉市发现的一个高传染力的肺原 当时大家是不知道原因的 那它在隔年的1月份呢 就公布这个病原体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那在接下来的下一个月呢 WHO世界卫生组织就正式命名由这个病毒它所造成的疾病 就叫做Covid-19 哦原来它不是病毒的名称啊 不是不是 那你会不会很好奇就是Covid-19 怎么样入侵我们人体的细胞 人体最有关的蛋白呢 没错 它就是我们跟入侵我们的人体细胞最重要的一个蛋白 那另外还有就是为什么这个新冠病毒它叫做新冠病毒呢 就是因为这个急烂白它长得很像皇冠的形状 所以就叫做新型冠状病毒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病毒它的外层有一个套模 这个套模在我们稍后就是也会解释到 它在我们就是清洁的这个原理的 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这个套模就像是新冠病毒它的防护罩一样 那新冠病毒的构造里面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叫做单骨RNA 它就是透过这个单骨RNA入侵我们的人体 然后来进行复制达到病毒传播的一个结果 原来是这样啊 那刚刚David有提到就是 急状蛋白它其实就是入侵我们人体细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步 它在入侵人体的细胞之前的时候呢 会先透过一个叫做前蛋白转化酶的Furing 这样子的一个神器去活化极状蛋白 活化了的极状蛋白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把它想成是 我的武器呢 现在已经提升了攻击力 扩大了攻击的范围 所以被活化的极状蛋白 它呢 就可以很轻易的找到我们人体上面的一个受体 叫做ACE2 找到目标准备攻击 这就像是我们在射箭的时候 找到了标板 然后准备就是要发出悬上的箭 ACE2这个受体结合了之后呢 集装蛋白会进一步的被另外一个物质 叫做TNPRSS2去切割 这就好像是一把剪刀 把新冠病毒给剪破 然后让它里面的这个遗传物质 这个入侵的武器 单管安安 可以进入到与人体细胞来做一个融合 所以第四步 我们就看到这个RNA 它正式的入侵了人体的细胞 然后就造成一个疾病的发生了 真是太可怕了 那薛若我想问你 最近新闻都会一直听到Delta变种病毒 它到底是什么啊 为什么这么可怕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其实变种病毒有非常的多种 Delta只是其中的一种 那要了解Delta病毒为什么那么可怕 我们必须要先知道 为什么病毒它会突变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病毒的这个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图上 前面我们有提到 病毒里面的遗传物质是单股的RNA RNA它的结构其实是不太稳定的 那病毒在传播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透过不停的复制RNA的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RNA的不稳定 所以它就非常容易产生错误 所以它的基因就会跟之前的排序有点不一样 那这个不一样呢 我们就可以从图上看出来 它就是突变 你是说红色那一条线上面有下面没有吗 没错 这就是它突变的地方 那其实病毒的突变不只是一种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基因组它非常的复杂 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排序的方式 那Delta病毒呢 它其实就是突变的一种形态 那它为什么可怕呢 是因为它突变的结果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新冠病毒上面的这个急状的蛋白 它更容易跟我们人体的这个ACE2去结合 可以更加快速的感染 复制给更多的人 就好像是一个恶魔 入侵了我们的身体一样 然后造成疾病的发生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传染力更强的病毒 天哪 真是魔鬼藏在细节里耶 没错没错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新型冠状病毒 它如何透过一个感染个案 传染到我们其他人的身上 首先呢 如果有一个人他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呢 他就是我们图上这边所看到的这个感染个案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的口水变成这个细小的颗粒 漂浮在空气当中 这个就叫做飞沫 那透过飞沫 它在空气当中就有可能会传染到别人的身上 那当然如果说今天这个飞沫 它沾染在一些物体上 我们的手去触摸了 这样子就是形成一个接触的感染 所以呢 在这个传播了解了这个病毒传播的途径之后 我们帮大家整理了防疫三大重点 如何在每一个环节都去做一个好一个非常好的防御 这样才能够全面的来抵御这个病毒 首先呢 第一步是控制感染人数 想当然如果今天感染的人越少 那这个病毒就越来越不容易扩散 那第二步呢 就是阻绝传播的途径 阻绝传播的途径呢 有三大方式 首先是大家都知道的 一定都要戴好口罩哦 那第二个呢 就是呢 维持手部的卫生 这可以透过洗手 勤洗手来完成 那第三步呢 就是我们对环境的消毒 那第三步呢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来建立身体的防护力 那因为我们公司呢 其中的一部分的产品呢 是关于手部卫生清洁用品里面会用到的原料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的原理 给大家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清洁防疫的保健观念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呢 我们可以来看看新冠病毒 我们市面上有什么样子的方式 可以来把它杀死 这就是我们前面已经先了解了我们的敌人 现在我们来想出我们的攻击的置敌策略 首先呢 第一种是可以透过百分之 浓度75%的酒精 这个酒精呢 它可以溶解病毒外面的脂质外套膜 这个外套膜就是我们前面 在它的结构上面所看到的 就像是病毒的防护罩一样 酒精可以使它这一层蛋白质的膜脱水变性 就破坏了它的防护罩 所以就可以把病毒给杀死了 第二种方式呢 是我们都知道预防这个新冠病毒必须要清洗手 清洗手就需要使用一些清洁用品 像是肥皂啊 那肥皂吸手乳的主成分就是这个界面活性剂 它是破坏病毒的一样是它的外层的这个防护罩 这一层纸质膜可以来杀死病毒 最后一种方式呢 是我们可以透过使用次氯酸水 次氯酸水它其实呢 就是我们一般常听到的漂白水的主要成分 那它也是可以抑制蛋白质的正常作用 或者是破坏它的结构导致变性 但是呢 要提醒的是次氯酸水 因为它是一种比刺激性比较长的弱酸 所以不可以直接用在皮肤上哦 要注意哦 刚刚我们提到了清洁用品 大家都知道要清洗手 但是为什么清洁用品这么厉害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清洁用品里面有一个神队友 叫做界面活性剂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一瓶典型的吸手乳 它里面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成分呢 我猜应该很多水吧 哦 Debbie你非常的有概念哦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主成分就是水 其实里面你可以看到大概70%到80%的比例都是水 那在接下来呢 是不是就是界面活性剂 没错大概15%到20%的成分就是我们的神队友 那最后的一个成分就是其他 其他其实就包含了真酬剂 防腐剂 杀菌剂跟香精 Debbie你知道真酬剂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顾名思义就是让它变稠稠的吧 嗯 因为如果水水的我们都不太方便使用嘛 所以真酬剂呢 就是让这个吸手乳可以让它稠稠的 那比较方便使用 那防腐剂呢 防止吸手乳变质吗 没错因为呢 如果不添加防腐剂的话 它就有很大的几率可能会腐败啊 所以我们就会添加防腐剂 让它维持在它一个稳定的状况 那杀菌剂就是顾名思义 可以杀掉一些特定的细菌 那香精的话 就是有的品牌会选择添加香精 让它可以香香的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提到的神队友 界面活性剂 其实界面活性剂呢 它又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 就是属于温和型的界面活性剂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售产品当中 图上面的这一瓶 它里面呢 就添加了比较属于温和型的界面活性剂 那我们新玉生剂贩卖的这个界面活性剂 也大多是属于温和型的哦 是不是对皮肤比较不刺激 对温和型的界面活性剂呢 像这一瓶是连小宝宝都可以使用的 因为小宝宝的皮肤比较薄 所以呢 要使用比较温和型的界面活性剂 那当然呢 也有一般型的界面活性剂 像是市售的一些产品也都会添加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 为什么界面活性剂这么厉害 首先呢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界面活性剂分子的模样 为什么界面活性剂可以杀死病毒呢 原因就是因为它天生的这个结构上呢 有一端呢 是可以溶于水的 那另外一端呢 是可以溶于油 溶于脂質的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病毒的最外层的这个套膜呢 这个防护罩 它就是属于脂質的成分 所以界面活性剂 它既可以溶于水 又可以溶于油的这样子一个天生神力 就可以对我们的病毒来发动攻击 哇 真是太厉害了 在我们了解如何攻击病毒之后 我们更要来关注如何建立我们自身的防护力 那现在呢 因为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 全球呢 共有四大类疫苗 那是不是说打了疫苗之后就不用戴口罩清洗手 我就好像金刚护体 就是完全都不怕这个病毒了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了解这些疫苗 它的防护力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我们就来根据四大疫苗来做一个介绍 首先呢 这个mRNA的这个疫苗呢 它的防护力呢 约是95% 那腺病毒疫苗呢 它的防护率呢 大概是70% 那第三种 也就是死毒疫苗呢 它的防护率大概是50% 最后一种呢 是重组蛋白的疫苗 它的防护力 因为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试验 所以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我们从这一页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其实不管是mRNA 还是腺病毒死毒 还是重组疫苗 它的防护力都没有办法达到100%的 所以真的要能够100%的建立一个安全的防护网 来抵御新冠病毒 我们还是要回到前面 我们所提醒大家的三大防疫重点 一定要做好 哇我忘记了 你可以再帮我复习一次吗 没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是哪三大防疫重点呢 第一就是控制感染人数 越少的人感染 就越不容易扩散 第二就是阻绝传播途径 那阻绝传播途径 有下列三种方法 第一是戴口罩 第二是维持手部的卫生 也就是勤洗手 第三是透过对环境的一些物品进行消毒 那最后的防疫重点 就是透过接种疫苗建立身体的防护力 那很重要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三件事情呢 其实是缺一不可 不是说我戴口罩 勤洗手 我就可以不用接种疫苗 也不是说我接种疫苗 我就不用戴口罩 勤洗手哦 好 那这三件事情 如果都做到的话 就像是建立了一个非常安全的防护网 我们就可以有效的来抵律新冠病毒 那为了怕大家还是记不得这三个防疫重点呢 我们帮大家设计了一个非常好记的口诀 疫苗绝非万灵丹 戴口罩 勤洗手 清洁防疫不可少 那这样Debbie你记起来了吗 我记起来了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由Wendy来帮我们介绍绘画比赛的参赛方式 嗨大家好 我是新育生技的Wendy 那就我来介绍一下大家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比赛的参赛方式 那这次参赛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是在新传二手书店民雄本馆的客服学生 都可以参与我们的比赛哦 至于要绘画的内容 需要请大家使用一张八开空白的画纸 根据刚刚播放的影片内容 或是阅读自选的科学书籍 了解清洁在防疫中的重要性 再依靠大家的创意 绘画处与防疫清洁大作战 主题香气儿的绘画作品就可以了 那为了鼓励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绘画比赛 新育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品给大家 让我们看看有什么吧 本次比赛共有四个组别 分为国小中低年级组 国小高年级组 国中组 以及高中组 每组呢我们会选出一名冠军 一名亚军 一名季军 三位优等奖 还有若干家座 以及一名网路人气奖 其中冠军 亚军 季军 都会获得奖金 一枚奖状 以及一份精美的礼品 如果没有被选为冠军 亚军 季军 也不要气馁哦 还有很多优等奖 家座 以及网路票选人气奖 可以给大家哦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 本次绘画比赛专业的评审团队 这次比赛我们邀请到了三位评审 分别是中华民国 儿童美术教育学会 卢安来理事长 嘉义市美术协会 王德和理事长 嘉义县新港国小 严金郎校长 会由他们来阅读欣赏大家的作品 最终我们将结合 三位的评笔意见 选出各个组别的获奖人选 等大家绘画出满意的作品后 自8月15至12月2日 都可以到新传二手书店民雄本馆 提交自己的作品 提交时要记得将报名表填写完成 粘贴在作品的背面 比赛所需要的报名表以及发开画纸 大家都可以先到新传二手书店民雄本馆领取 做使用哦 等我们收集完大家的作品后 将于12月17日进行评审 一般奖项评审会依照创意 构图色调三个部分进行综合评比 占比分别为创意40% 构图30%和色调30% 并于12月17日当天晚上 于新传二手书店民雄本馆 举行颁奖典礼 得奖结果也会公布于新域的官方网 参赛的方式我们会公布在新域生计的官网 也可以到新传书店所取之本的简章哦 更多详细的资讯也可以在我们的海报中找到 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都可以拨打上面的电话向我们询问 希望大家都能创作出让自己引以为傲的作品 新冠肺炎已经让全球420万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世界各地每天都在上演死亡震撼的教育 虽然遗憾心酸 但也让我们更加学会珍惜自己的健康 与家人的关系 除了对逝者至上最深的悼念 现阶段的危机更凸显了防疫的重要性 呼吁大家要谨记防疫三大重点 保护自己保护他人 让我们一起等待疫情退散的那一天 那在影片的最后 新语还是要呼吁大家除了使用酒精消毒 积极接种疫苗之外 更要维持良好的清洁习惯 落实防疫措施 守护健康与家人 那谢谢大家观看影片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